台湾疫情大爆发 外国媒体纷纷指出认为 蔡政府在上半场太过于自满了 但到了下半场优美普筛 疫苗数量也不足 难以达到群体免疫 面对这场的防疫危机 台湾民众的接种率过低 但这样情况之下 到底该如何渡过难关呢 李文 我们讲了一整年了 但是在野党讲了 就要被人家扣红帽子 现在是英美国际权威媒体 全部认证 从Times时代杂志 到纽约时报 到BBC 到CNN 到彭博 全部通通都说 台湾就是因为碰轰加自满 没有疫苗 没有筛减 才会出现这么大的破口 全世界的经验都一样 只有台湾觉得自己行 自己厉害 跟别人不一样 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CNN的报道 好了 现在连CNN都大篇幅地报道了 当时台湾得意洋洋了一整年之后 我们面对病毒的挑战 不够谦卑 一年充裕的时间 不愿意准备 要广筛 要普筛 也不愿意 要买疫苗 也买不到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时代杂志说 这是虚假的安全感 还有小丝密茶 指的就是这次阿公店的茶艺 那破工了台湾的COVID-19 疫情防线 所以政府现在已经开始 要去取得更多的疫苗了 但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 这是时代杂志的报道 CNN也报道了 说呢 第一波的疫情守住了之后呢 没有想到 疫病毒早就已经入侵 这是他们的报道 早就已经入侵 造成现在的危机 但是台湾并没有达到群体的免疫 加上疫苗的短缺 即便想打也打不到 因为疫苗的供给就是不足 你不能再讲CNN是红媒了吧 好 再来 亚洲周刊也深度的报道了 这次抗疫破工的八大原因 没有危机意识 误判情势 防疫双标 大内宣 屈从立委压力 专业沦丧 疫苗短缺 防疫甩锅 领导人心中没有人民 政治先于防疫 这都是我们一再讲破嘴了 但是陈时中听不进去 好 我们看到这次 大陆上海复兴的执行长 董事长他说呢 愿意将拥有独家商业权益的 这个BNT疫苗提供给台湾加强防疫 愿意卖就对了啦 好 陈时中就说 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放话 说上海复兴要卖BNT的疫苗给我们 可是我都没有接到任何证实的讯息啊 又没有人来申请啊 申请什么 谁要跟你申请什么 就是你要不要去买嘛 AZ疫苗也是卫福部去买的啊 莫德纳疫苗也是卫福部去买的啊 为什么BNT 卫福部都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呢 好 陈玉珍就说啦 那你现在不是睁眼说瞎话 你就是不想帮国人采购疫苗嘛 去年10月的时候 东阳的董事长林全 林全耶 是你们民进党的行政院院长耶 当时就主动找陈时中说 要取得3000万剂的BNT疫苗 没有问题 那这算不算是正式的讯息呢 为什么你们要拒绝呢 今年2月的时候 陈时中有公开承认了 香港雅各城曾经透过1922部长信箱 愿意提供BNT疫苗 那这是不是正式的管道呢 为什么都不了了之 甚至于通通都被指挥中心 拒绝了呢 好 最近还有王定宇出来乱 在脸书上说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蓝银鼓吹购买上海复兴代理的BNT疫苗 其实他说这批疫苗是香港人不打 而且快过期的瑕疵品 台湾买了就会让这批疫苗 暴费变暴力 这算不算恶假害的讯息 调查局要赶快去抓 到底是不是 像王定宇这样子公开造假指控 要不要去抓 好 黄子泽就说了 难道是因为王定宇不当防客了之后 晚上睡觉极度缺乏温度跟安全感 所以才会乱做梦吗 可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疫情非常严峻吃紧 还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 以污蔑自己的在野党为乐 在这个时刻不是上下一心 不是敦促政府来加紧防疫买疫苗 而是急着打政治人物 这就是民进党伟大的政治人物 所以CNN的记者报导 台湾是全世界接种疫苗的倒数几名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让大家有机会提升接种率呢 陈时中部长前两天就说了 目前我们的国产疫苗研发非常顺利 他深信国产疫苗问世 将是防疫的绝佳武器 只不过现在国产疫苗 目前还停留在二期实验的阶段 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所以现在国内的确诊案例数激增 是不是刚好可以作为国产疫苗的 临床对上来做三期的实验 增加认证的可信度呢 第一个现在各国做三期的 疫苗的人体实验 最少是四万人 两万个是确定他是健康的人 完全健康的人 另外呢不知道 就是两万个对照组 对照组就是一般的民众 里面可能有这个已经感染的 但是不知道的人 就是一般的人 然后呢 这个实验组呢 就去打疫苗 那对照组呢 就打这个生理实验水 那隔一段时间以后看看 那个原来健康的人 确定健康的人 打了疫苗以后 那是不是呢 都不得病 那那些其他的民众的人 那么是里面呢 打了对照的人呢 是不是里面多少人得了病 那么这个才能够知道 那现在我们社区里面 现在有感染的人 大部分都是这个 要么就是在医院里面 要么就是在 亲证的就在家里 对不对 现在在家里 那你现在哪里去找 那么多人来做实验处 那这还不是重点 为什么这些国家 做一次人体实验 叫一二十亿美金 为什么 台湾最主要都是华人 当然还学原住民 就是南岛的民众 这些做的时候都要什么 不同的种族 你去哪里 台湾去找不同的种族 当然这样有人说 说什么到到印尼去 到什么哪些国家去 你像这个美国 都要花那么多钱 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那那你现在去做 做出来以后呢 最少半年 对不对 半年以后呢 那我们到时候去 国外买疫苗就好了 那么多好的疫苗 到时候到年底 公布要生产过剩 对不对 到时候价格也会下降 问题是我们等到半年以后 我们就不知道 要死掉多少人 要多少人确诊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不要吹牛了 现在世界上能够做出疫苗的 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 就是联合国的五大 这个所谓的这个 有佛决前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常立理事国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苏俄 再来一个是中国 法国也没有做 法国是属于欧盟的 所以你看日本韩国 这些中型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 做出疫苗来了 所以就是不要再自己吹牛了 这个一定做不出来 你做出来的时候 也来不及了 我们就去跟别的国家 去买这个 确诊 对世界卫生组织 认可的疫苗就好了 对我们看到了南韩的做法 南韩的这个 总统文在寅和 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 才刚刚落幕 那么韩国说 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 全球民主半导体联盟 换取美韩建立 疫苗伙伴关系 而美国也同意 要转移疫苗的 关键技术给韩国了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讲了多少次 在这个不同的节目上 讲了N次 就是说那时候 晶片换疫苗 就是说我们这个 各国 特别是美国 德国都缺 这个汽车晶片 我们说用这个晶片 去换疫苗 然后台湾自己带工作 对 然后呢 马上那个王美化 这是胡说八道 你们乱七八糟 那我们就说 好 拜登讲了 说这个要把放弃 他的这个专利 那当然很多人不同意见 那我们就拿点 拿个几亿美金 给这几个厂 授权给我们 我们只在台湾 销售 制造销售 如果我生产多了 你去代销 你赚两头 两头钱给你赚 有没有去处理啊 没有 结果人家文在寅 韩国不是 晶片换疫苗了吗 对不对 他们就去代工了吗 对啊 所以现在就拿到了 莫德纳了 我下次也不讲了 今天本来就不想讲 你提了我才讲 我们讲了多少次啊 对啊 对不对 所有学者专家讲的话 他从来不理 就像刚刚罗毅元言讲的嘛 不理你很好了 我们讲都是计划 不是我是始初不发开水烫 你再怎么讲 我回去一样吃饭喝酒 一样看这个 我们今天的节目 特别是看到 哈美女的主持人的节目 多快乐 但是其实心里很痛 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团结就好了 天天网军 然后天天台湾自己内斗 你说好了 你去蓝的 绿的去斗蓝的就算了 你看 绿的里面自己在斗 那这个有希望吗 我请问蔡英文 你这样的国家有希望吗 我当然希望台湾好 我当然希望我过得愉快 那陈时中你自己想想看 那还有蔡英文还讲一句话 民主就是要有 不一样声音的在野党 他就想把你们干掉 他哪一次 有请你们去喝过一个咖啡吗 他有请这个江启成 去总统府喝杯茶吗 所以他讲的话 我自己讲 蔡英文你讲都是屁话 从来没有一句话 讲的是人话 我最公开你 你在告我 这不是你自己讲的吗 这就要有不一样声音的在野党吗 你不是讲屁话吗 你在讲什么 标查局已经在门口了 没关系啊 你来抓我啊 你抓我我就到你的选区去选立委 你来帮我站台 是是是 不是吧 你问你蔡英文哪一句话讲人能听 所有讲的话自己否定自己 我就是他来告我 对所以我们就眼睁睁看着 现在呢南韩透过了这个三星去和美国的一些合作 就拿到了莫德纳的这个疫苗的技术来 所以蓝英的立委就说 怎么会这样 搞到后来难道我们接下来变成是要去跟南韩才能够买得到莫德纳疫苗吗 莫德纳疫苗百分之百是美国的疫苗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干扰 希望蔡总统能够全力的争取莫德纳疫苗 但我们讲破了嘴 不知道为什么南韩做得到 台湾就是做不到 难道我们要闹到最后是跟南韩买莫德纳 而不是跟美国买吗 卑躬唏嘘莫盛于此 比如清美在他面前把美国当作爸爸妈妈一样子 这样子的事后事奉 结果美国到现在为止 没有给台湾一剂的疫苗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因为其实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不是有和美国的卫生部长视讯吗 但当时好像这个部长也只表达说 支持台湾取得疫苗跟加入WHO 可是好像也没有答应说要给我们莫德纳的疫苗 所以我们到底吃了莱猪然后买了美国的军火 为什么却没有办法得到美国关爱的眼神 还不如南韩 去年8月多美国上一任的卫生部长叫阿扎尔来台湾 我们都还以为他是要提供给我们疫苗 结果走了以后他说不是 我们马上就宣布自己往他身上贴 我们要吃美国的莱猪 最近又跟新的卫生部长联系 我们还以为是又要帮我们加入今天开幕的WHA的会议 结果也没有加入 还以为他要提供BNT或者是莫德纳的疫苗给我们 到目前也不是 跟大家报告 然后韩国问得到台湾 台湾只会去买什么东西呢 买莱猪啦 买美国不要的军火啦 要去买这个疫苗 对不起哦 他不卖给你 我在跟大家报告 全世界现在打注射疫苗 最低的两个国家是哪两个国家呢 一个叫非洲的这个尚比亚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 我们注射率啊 台湾自己是1.2还1.3 其实大概还没有那么多了 一个percent大概都不到 我们连嘲笑的那些落后的国家 好像印度 人家都自无受了十几个percent啊 台湾 台湾什么时候连三流四流的国家都不如 不要再去大内宣 哪天那我再吹牛 我再跟各位报告 去年啊 3月18号 这个我们伟大的陈时中 说我们超前部署 我们现在啊隔离病房最大的容量超过两万床 现在我们中标确诊的人 现在要三千多人而已啊 居然没有病房死在家里 你还在想什么风话 对不对 陈时中 平常讲不够专业 他啊这个又又否决了专业 多少各位回想看看 我们中研院的院士就讲说快塞试剂要列入物资的准备 快塞试剂 我们台湾有三个地方去年就做了快塞试剂 有工研院有资设会 还有这个国务院都做了 就是不做就是不要 所以我们的技术啊 就比不上别的国家 陈时中我建议啊 我建议谦虚一点 找专业的人来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